字幕提供 同在今天还带你来关系的是 阿里巴巴即将去香港挂牌 在今天定价出来了 会不会成为今年全世界最大的新股招募案 所以阿里巴巴会带动什么样的效应 真的能够救港股吗 同在今天还带你来关系的是 AI已经是现在超级夯的产业了 想不到现在AI还可以做心脏 而且做出会跳动的心脏 到底AI的产业在未来会有多大的成长空间呢 我们刚才介绍在今天来节目现场的来宾 要请到资认分析师林有明 大家好 大家晚安 也要请到乌比乌总经理叶国华 大家好 好 为什么请叶国华 因为我们台中的房地产出现倒挂 我有听过利率倒挂 没听过房价倒挂 房价倒挂到底怎么回事呢 同时也要请到财经专家赖先生 憲哥 以及外博投股总监财明帐 大家好 好 赶快带你来关系的是 中美贸易战是不是要破局了呢 想不到川普话说得很狂 他说问题是我想达成协议吗 也因为他的超狂发言 让全球股市一片惨绿 亚古在今天全面下挫 港股收盘大跌了438点 我们先来听川普怎么说 问题是我想签协议吗 听起来好像他不想签 我想因为川普这样子讲 因为第一个他不是第一次 所以他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所以他只要一打喷嚏 全世界都地震了 我们今天可以去看到就是说 不管今天消息一面怎么走 我们可以感觉到就是说 整个台股在这个时间点 跟国际的股市 在今天的一个表现来讲的话 相对都比较弱 那台股其实算是整体来讲 是比较强的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国际股市的一个表现 全部都绿油油的 特别是 来我们来看香港 香港恒生指数大跌了1.57% 大跌了422点 国企大跌了1.59% 大跌169点 美股也是全面下跌 所以全球股市产兮兮兮 对 而且外资今天 终于这个卖超台股 你怎么又终于两个字呢 因为他已经买了好久了 我已经算不出来 他连买多少天了 对不对 22买 20几买 那到今天其实卖出的金额 还蛮高的 卖出大概98亿 那各位也知道说 今天台积电这一档个股 外资在今天也出现了 两个月以来 最大的单日卖超 卖了10795张 但是基本上台积电盘中的时候 最多是跌到6块钱 那收盘的时候 只有跌到2块半 那感觉出来的话 第一个投信家自营商 合起来买了将近快1000张 那我相信幕后 这个把台积电从叠升 拉上来那只手 可能有两个方向 第一个方向很可能是四大基金 第二个方向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今天晚上的融资 因为我相信有很多人 想要买台积电 但是前一阵子一直涨的时候 都不敢买 但是现在在开始盘头了 很多人认为机会来了 就开始买 为什么呢 因为外资把目标价又调高了 所以他认为有空间 好 这一波错过台积电 很饿晚 他们就在想 是不是现在下跌 我终于可以上车 特别是外资现在仍然偏多 我们在今天还看到外资报告 我们来看 花旗还是建议买进 看到364 本土大型头顾看到365 所以外资还是一片偏多 所以大家可以看 今天台积电收3111 如果说用本土的目标价来讲 还有50块的空间 还可以涨17% 所以是不是从明天开始 台积电又是一个新的上车机会 我们长时间来看 就是说对于一个已经创新高的股票 很多人都不知道他的目标价 因为他如果没有创新高的话 他的图形左边 我们看一下他的K线好了 好不好 我们再看一下他今天盘中走势 好 这台积电K线 在突破来到了315之后 就出现了回档 特别是在今天盘中大家最担心 在大盘风雨飘摇的时候 连台积电都没有挺住 对 但是后来收盘的时候拉上去 所以我们刚刚在讲说 是不是四大基金是不是融资 我们可以从K线的角度来讲的话 本土的目标价跟外资的目标价 一个364 一个365 所以距离现在应该至少还差50块 对不对 所以还有17%的空间 这样子的话我们到底要不要追 可是他问题是他已经创新高 他到底目标价要怎么定 我之前跟各位来讲过一个 用ADR溢价的方法 我们今天来看一下 外资跟本土对EPS的看法之后 我教大家一个简单的一个算法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因为台积电前三季是赚8.84 所以如果我们把它除以3乘以4的话 它大概今年有11.78 一个很中值的一个预估值 如果说以昨天的收盘价来讲的话 它的本益比是26倍 26倍到底较高还低 等一下我们会说 现在本土法人不是有上修EPS 花旗是不是也有上修EPS 如果我们拿昨天的一个股价 去除以它的EPS 我们会算出它的一个本益比 然后接下来我们用一个最高的目标价 比如说264 265来算出它的本益比 所以它应该是落在23到27倍之间 对不对 23到27倍到底较高还低 我们可以看一个东西 在投资学上来讲 有一个很简单的叫河流图 就本益比的河流图 那这个河流图的概念就是说 长时间它会在几个方向来波动 比如说4倍 8倍 12倍 16倍 20倍跟24倍 那我们算出来16倍是台积电波动的中值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每一次都买在台积电 16倍本益比其实最安全 那什么地方是最危险呢 相对来讲24倍就会比较危险 我们来看看历史的一个走势来看 在这一段时间 就在2000年以前曾经有突破24倍 那突破24倍当年都没有收最高 而且隔年都大跌 那这一次的话是1999年 它有收到最高 但是隔年也大跌 那现在又突破了24倍 所以外资在讲的那个364 或本土的365 其实是有可能就是今年 类似这样1999年的走势 但是明年即便是有突破的话 很可能后面的隐含空间都不大 所以我会认为说 外资可能讲的都是真的 还有50块 但是50块之后大家就要小心 这是第一个用本益比来算 那第二个的话 如果用股价净值比 它也会有一个河流图 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说 台积电目前的股价净值 就是它的股价去注意 它的净值大概是在5倍左右 5倍是高还低 5倍说实在也是高 而且是历史的高 那之前只要突破5倍 隔年都会压回 所以我就要提醒大家 就是说现在的台积电 可能肉还有 但是已经没有办法像以前一样 一下子突然就涨个 是个100块或者是多少钱 剩下的肉不够大块了 还不够大 所以如果不贪心的人 其实是应该下车了吗 如果你是低成本的人 其实你是要逢高早卖点 那如果你是坐短线的话 那当然今天碰到了月线 应该是买点对不对 但是来到了315附近 又要是卖点 就是看你怎么操作 好 那我们回来刚刚的本益比 有名刚谈到了 其实最安全往上一章 我们来看到 本益比的河流图 刚刚其实有名说 16倍是一个安全的河流位置 你有没有帮我们算过 16倍大概台积电的位置是在 16倍的话 应该就是要跌破300 会比较好 二字头在卖 对 二字头 EPS都会浮动 所以大家只要去把今年的EPS 因为我们不知道是11块还是13块 去乘以16 大家可以算出来应该是200多 绝对不可能超过300 好 但是很多工人朋友 可能现在看到台积电 又想上车又不敢上车 又想卖又舍不得卖 错过台积电的人也别我准了 当年王永庆也曾经看走眼 对 因为台积电是1987年 2月21号成立的 当时的话其实也没钱 所以是政府 经济部 开发基金 然后再邀请当时的我们这个 台湾最有钱的这个王永庆 来一起投资的 但问题是王永庆是做传统产业 大家也知道 所以做了几年之后 他一定不知道这个行业 到底未来会有多好 那各位可以去想 1987年上市 1994年才挂牌 这中间有7年的时间 全世界其实不知道 台积电在干什么 对不对 我就举一个我的经验 给各位听 我在1989年的时候 在大学 帮这个台积电办校园征裁 那当时我之前 帮学长姐在办的时候 不管是菲利浦 或者是PMG 那个人数大概都是 50到100个人来参加 然后之后都很乐络 可是你知道我帮台积电 办校园征裁的时候 只有几个人来吗 只有四个学长姐 所以台积电来的人 还比底下的观众多 我不知道那四个人 因为我都没记人名 我不知道他们现在是不是 已经台面上的人物 搞不好这几年的 分红佩股的话 搞不好都可以买一个小岛 所以大家也不要觉得很不准 因为连网友现在看走眼 王文昂自己讲 他说我老爸 其实当年还派我做了 第一届的董事 王文昂曾经做过台积电的 第一届董事 甚至王文昂还这么说 他说张忠募 还是我老爸叫他做董事 但后来我老爸跟我说 卖一卖吧 这个行业没前途 这家公司没前途 所以连王永庆 金银之神都曾经看走眼 观众朋友 如果你这一波错过台积电 卖我准 总有等到上车的时候 我相信长线台积电 仍然是一家非常好的公司 非常有竞争力 所以如果现在没有在车上 应该是四基等买点 因为台积电 它的成就不仅只是在产能和技术 大家可以去看一个 台积电现在有一张资料 这个资料里面就有提到 第一个 中国都把台积电 当成是他们自己的公司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这一篇的一个新闻 中国把台积电当作中国企业 我觉得这个很正常 各位在网络上也常常看到 中国人又不是韩国人 孔子 韩国人说孔子是他们的 中国人现在说台积电是他们的 来 我们有证据 这是新浪财经头条 新浪 这是大陆的媒体 怎么写呢 这篇文章呢 童天讲的就是半导体 其中有一段是这么写的 我念给观众朋友听 此外 中国芯片制造商 中国芯片制造商 同时也是全球最大的 晶片代工厂台积电 什么时候我们台积电变成 中国芯片制造商 对 我们不要生气 因为张东门也没有在生气 魏哲家也没在生气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新闻看一看 就一笑置之就好了 但我觉得台积电 它主要的成就 不光是你看到的 包括是产能 我们这边底下有一张资料 我觉得这张资料做得非常的好 第一个他有提到什么 他提到第一个台积电现在的市值 已经是8兆新台币 各位8兆是什么概念 第一个英特尔现在是7兆 台积电是8兆 3兆是9兆 那3兆只有半导体吗 没有 它还有记忆体 它还有所有Logosco一堆的东西 所以我们的台积电 单靠晶圆代工就已经来到8兆 可是8兆其实是一个很危险的值 因为你单一的产业 单一的这个生产链 能够做到8兆的话 其实就配合我刚刚的本益比 或者是股价净值比来讲 其实是有点资金太过于集中 那第二件事情 我觉得也是一个大家最关心的 就是员工平均年资是200万 各位你去把它除以12的话 所以他就知道在台积电上班 大概可以一个月拿到多少钱 还不含这个分红跟配股 那第三个部分的话 我觉得这个资料也很有趣 他说台积电大概去年一整年的话 诞生了2682个台积电宝宝 台积电为什么可以有办法 生出这么多的宝宝 因为工作人员都很辛苦 所以研发人员去上班的时候 就把小孩子就放在幼稚园 所以说台积电有自己的台积电幼稚园 有幼稚园 台积电有幼稚园 他就是从幼稚园这样子一路养上来的 然后从六七岁的时候就把它送进去 你看在中科 在南科 在台中 对不对 竹科 都有四所幼稚园 所以很多的研发人员 就是早上7点钟 8点钟把小孩送过去 晚上7 8点再送上来 2014年开始的时候 台积电有一个叫夜阴计划 就是他们开始分三班轮制 你也知道说根本没有时间照顾小孩 而且我觉得台积电 最好就是娶台积电的人 对 所以这样子才有办法 真的去顾到小孩 因为才能够了解另外一半的辛苦 所以爸爸做业因 公司帮你照顾小鹰 其实台积电还帮助了 周边的产业供应链 对 它那个母鸡带小鸡的功效 我们就不细讲 就是包含所谓它的周边的供应链 最重要大家最认得的一定是联发科 联发科 因为有台积电这样的一个制程的话 联发科才有办法去做出5G的单芯片 现在的话我拿一张图给各位来去看 就是说台积电跟联发科的一个走势 其实还蛮有趣的 这一年是2015年的8月 在这个之前 其实联发科的报酬率都胜过台积电 因为主要的原因就是说 台积电那时候还被三星压着打 但是从2015年的8月之后的话 台积电就开始遥遥领先联发科 标股 对 但是重点是他们两个方向是一致的 所以也就是说台积电的先进制程 一定有办法去帮助到联发科 来去跟所谓的高通来竞争 那接下来的台积电 因为他现在已经赢过了所谓的革新了 那接着可以跟三星来分庭抗理 然后联发科现阶段来讲的话 他第一颗的单芯片明年要出 首季要出 第二颗大概明年的中间 年中的时候要出 那现在我们对台积电也好 对联发科也好 尤其是联发科的目标价怎么定 各位都不用很复杂 你看台积电就好 台积电什么时候休息 联发科就会什么时候休息 会转发科目的 还是会立不可 会立即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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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立即休息